刚看了个视频 美国老太太七八十岁了 还在打工 下面好多留言 就在争 美国老人打工到底是因为缺钱 还是因为无聊 其实呢 美国老人打工大部分还是因为缺钱 因为美国平均的退休 经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块钱 那我的活动房社区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退休的人 基本上1500块钱 他如果租正常的公寓是租不起的 比如说美国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住个公寓最起码得8900是吧 你900的话 1500等于说只剩了600块钱 你花钱了 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在美国如果只是靠退休金这张纸票 肯定是不够生活的 上次我去参观 Talihansi的一个休旅车营地 里面有个老头在那边兼职 他一个礼拜工作两天 他自己其实是有房子的 但是呢 他退休以后呢 就喜欢全美国休旅游 他一个礼拜工作两天 就可以免费 把他的休旅车停在营地 他是不缺钱 因为他除了联邦退休 小红书